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红烧排骨 排骨如果你还是不会做 红标低了二斤排骨 上你家交费大家 排骨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首先准备超市买来的排骨 排骨冷水下锅 咱们给它焯下水 放姜片和料酒去腥 焯好以后咱们给它捞出 用清水多给它投洗几遍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呢 咱们下入排骨 家人们排骨下锅之后呢 一定要中小火慢炒 炒至金黄就可以了 这次家庭版最简单的排骨教程的方法 如果你手机还有电 给红标留下一个宝贵的双击 让红标也上升热门 感谢大家 每天更新一道美食 感谢大家支持 排骨炒至拔面金黄 放葱姜八角 桂皮香叶干辣椒 放生抽一勺 蚝油一滴的 适量的老抽 咱们给它炒香炒匀 给它炒着上色 然后呢 咱们一定要加温开水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老天 咱们大火给它烧开之后 一定要转中小火 上盖给它炖七七四四八分钟 出锅以后 咱们给它放盐鸡精调口 排骨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红标每天教你做吃喝 好 好 好